Hello,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生姜和鸡蛋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几乎天天都会吃到的食物 但是这两种食材放在一起 好多人都没有这样吃过 好处是非常多的 生姜它属于温性和碱性的食物 可以去寒、去湿 在生活中我们一般把它当成调味品来食用 还可以做成姜汤 那么把生姜和鸡蛋放在一起 怎样来食用呢 又有些什么作用 下面就把这个方法与作用分享给大家 做法简单,味道非常的鲜美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我们先来把清洗干净的生姜把它切成薄片 生姜我们要选用这种老姜 老姜含有较多的姜纳塑 和二本鸡根丸类化合物的成分 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和清除人体 自由基的作用 切好的生姜直接加入刷锅中 然后加入一碗的清水 盖上盖子用大火将它煮开 然后转小火煮两分钟 这个时候我们在碗中敲入两颗鸡蛋 然后加入两滴白醋给它去腥 再用筷子将鸡蛋充分的打散 打散后放一盘备用 然后我们再来切一点点葱花 切好放一盘备用 这个时候我们的姜汤也已经煮好了 我们先把这些姜片给它捞出来不要 然后再将我们打好的蛋液慢慢的倒进锅中 一边倒一边搅拌 这样让蛋液受热均匀 瞬间就会变成蛋花 蛋液下锅后直接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我们加入一点点食盐 给它调一下味 一点点的胡椒粉 少许芝麻香油 葱花也加进来 给它放拌均匀就可以出锅啦 这道生姜鸡蛋汤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喝起来味道特别的鲜美 常喝可以促进身体发育 增强免疫力 还可以促进血液损黄 改善气色 使脸色红润有关折 如果是胃寒不想吃饭的朋友 可以多喝一些 体质比较弱的朋友 可以选择在早上来食用 这样可以让你一天都元气满满的 像现在春季雨水较多 天气也比较寒湿 人也比较容易身体不适 我们可以多做这道 鸡蛋姜汤给家人喝哟 给家人提高身体免疫力 做法特别的简单 味道也特别的鲜美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哟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加转发 我是可家妈妈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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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